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消息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 顺北地区发现了新的一吨级油气田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部署在塔里木盆地的重点探井顺北44X井 试货日产原油865吨 天然气59万立方米 折算油当量1330吨 顺北44井获高产工油起油 标志着顺北四号单列带 尤其是以来实现整体控制 落实区数量超过两一吨油当量 开辟了新的更多争口商的阵地 顺北44X井是今年中国石化在顺北四号断裂带发现的 第三口日产油当量超千吨的碳井 也是今年中国石化在顺北地区获得的第四口千吨井 进一步展现了顺北地区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自2016年8月以来 中国石化创新形成了顺北超深断控型油气藏 呈藏理论 先后发现了顺北一号断裂带 五号断裂带 四号断裂带 三个亿吨级油气区 其中顺北四号断裂带 长60公里 断裂带不同位置 油气地质条件差异大 北部为挥发性油藏 南部为宁溪气藏 今年6月 中国石化顺北地区 雷产原油突破300万吨 天然气突破10亿立方米 成为中国石化十四五主要增储上产阵地 之后 WHAT IT TOO 当时 有数字